著名学者毛于世早先发表在财新网上的文章 把毛泽东还原成人引起轩然大波 左派网站《乌有之乡》贴出多篇 针对毛于世和新子玲的公诉书 毛于世则坦然表示 盼望在法庭上变个清楚 新子玲证为左派是想借此机会逼中央表态 毛于世的《把毛泽东还原成人》这篇文章 是针对作家新子玲所著红太阳的陨落的独厚感 文章以细腻的笔调揭露毛泽东在统治中国期间所犯下的罪行 文章写道 为了逃脱大跃进饿死三千万人的责任 毛泽东发动文化革命 逼死曾经因三连灾荒批评过他的刘少奇 他想消灭一切政治上的对手 无限地扩大自己的权力 在他的眼中 人民只不过是一堆肉 是叫喊万岁口号的工具 记者从《乌有之乡》网站的所谓公诉书上看到 参与签名的有毛泽东儿媳妇毛岸英 宜双刘思奇 而网站声称已经有上万名网友参与签名 并打算将公诉书递交给全国人大 公诉书指控毛一世的文章诋毁共产党和毛泽东 而且同茉莉花革命和美帝国主义势力相互呼应 目的是推翻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地位 法律学者浙江大学法律与经济学研究所创办人之一 庄道贺对记者表示 毛一世的观点是很多人的共识 也符合历史事实 北京律师谢燕毅也表示 乌有之乡的指控有文革遗风 动辄扣上政治大帽子 却没有法律依据 庄道贺指出所谓公诉书在法律上是无效的 法律上的公诉书只有检察机关对刑事罪犯才可以提出 谢燕毅也说毛一世的文章属于言论自由范畴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 4月7号 毛一世在北京理工大学做学术演讲时 一名中年光头男子在会场喧哗 并冲上讲台 企图对毛一世动手 导致会场秩序大乱 知情人透露 这个人多次打电话骚扰毛一世 并进行人身威胁 毛一世对香港苹果日报表示 他等着乌有之乡网友的起诉 这样毛泽东的公过问题 就能在法庭上变得更加清楚了 而被左派围攻的另一名学者 解放军国防大学前主任新子凌也表示说 乌有之乡是敲山震虎 目的是要逼中央就毛泽东的问题再度表态 海外媒体披露 去年12月 中共政治局会议在胡锦涛主持下 通过一项决议 今后在中共各会议公报 决议方针政策及理论学习等文件中 不再列入毛泽东思想 新子凌认为 这个决议引起左派惊慌 他们要借事件逼宫 新唐人记者秦雪、薛丽采访报道 不探索 起第二